富邦仁壽UBA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男子組 第三階段賽事 文化大學要對上高雄師範大學 雙方賽前都各自拿下了三勝的成績 果然戰況可以說是相當糾纏 高師大上半場全看隊長林姿衛的表現 一個人就十二分進場 幫助高師大半場打完稍微占得上風 二十八比二十七領先 文化陣中雖然有外籍生九龍不但強攻內線 但高師大進去可不會輕易讓他逃到便宜 大四中鋒蔡正月跳了出來 圈上十分十一籃板 大學生涯首度Double Double 和九龍的九分十三籃板相比是好不遜色 三截打完將領先稍微擴大到五分的高師大 來到第四截還有朱玉君跳了出來 抄截後的快攻得手只是個開胃菜 再來更是一個隊步過人 直接殺入進去 雙手爆扣 這個超級美技也幫助高師大 就此甩開文化糾纏 第四截總計十六比八的攻勢 最後五十九比四十六強下勝利 繼續看到國立體大和中原大學的對決 面對賽前已勝難球的對手 國體打來卻是相當辛苦 第一截打完就陷入十三比二十一的落後 就算第二截火力開始加溫 但中原在禮奇半場十三分的帶領之下 亦是保有四十三比三十八的領先 來到下半場國體中油人挺身而出 國瀚不斷在內線繳獲幫助球隊決了上來 外圍還有陳冠中負責重逢獻陣 全場十二分十一籃板八助攻的全能發揮 這次發動快攻傳給韓捷與打擊後 國體在第三截中段終於逆轉超車 而且就完全沒有要讓出領先的意思 就算來到第四截進攻又失常 但防守可不會 大打防守焦土戰的國體 第四截讓中原僅有五分進帳 最後六十七比六十贏球讓中原苦春 就敗 外圈一台綜合報導 這位是非常有份的 來演講 三十八當 甚至在地上 勁 這麼 這位是